客桌椅也能够变成车子 你相信吗 在嘉义蓝潭国中 有一个学生组成的少年科技队 在老师杨元璋的带领之下 把客桌椅装上了变速箱 皮带还有刹车等等元件 就能组合成一台会行走的机械四足车 十分的特别 让网友看到纷纷大赞太酷了 还有人说根本就是日本动漫霍尔的移动城堡 放在教室走廊上的这个木制东西 你觉得它是什么 插入钥匙发动 这东西竟然动了起来 就像一只庞大的怪兽 缓慢的一步一步向前走 坐在上头的学生就像开车一样 一手操控着排挡 脚下还有刹车和油门控制速度 它这个马达的速度就快 它如果越踩越快 越踩越底下越跑就快 打到一档的话 它就可以前进 它如果打到一档的话 它就没法剪 就会停下来的状态 这是嘉义栏坛国中师生 共同制作的机械四足车 仔细看它的座椅 可是学生上课时坐的木椅 而排档位置则是客桌 师生把客桌椅和汽车装备 零件组装在一起 宛如变形金刚一样 让桌椅动了起来 超酷的外观流露出一股 蒸汽旁克感 吸引艺术家林建佑 分享到脸书上 网友纷纷大赞太酷了 还有人说 这是霍尔的移动城堡吧 期待客桌站队 受到各方好评 学生们很骄傲 蠻爽的 因为这是自己做的东西 然后就很开心 老师的统计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从构图到原件制作 到最后结合 蓝坛国中十多年前 成立少年科技队 由指导老师杨远璋 带领学生发展机器人课程 制作出投篮机械兽 轰鱼机械兽 等充满创意的机器人 更是国内外比赛的常胜军 但学生们并不满足 希望能够制作第二代 可以转弯或改成轮子的四足车 要用创意将不可能化为可能 民事新闻正容文 嘉一世报道